武神主宰 第五千五百零三章 是深渊 作者 按摩师 反正有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在 这里的好处 他是根本无法独吞了 这么说来 是使媚大帝 控制了九名净空大阵 灭了你和十殿炎帝他们的投影分身 灭杀了在场所有人 很多大帝倒吸冷气 这怎么可能 使媚大帝虽强 但毕竟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的投影分身 也降临了 三大大帝投影 再加他们这么多麾下 以及这九名净空大阵 竟然还没使媚大帝给灭了 最关键的是 对方竟能无声无息 做到这一点 这让众人如何不惊 这使媚大帝 绝对在死海中得到了某些重宝好处 否则 岂能做到这一切 很多大帝心中震动 纷纷看向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 石荒大帝先前说了 他的投影很快就被镇压了 但以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的实力 知晓得定然比石荒大帝要多得多 当即 一群大帝忍不住纷纷开口询问起来 事关死海秘密 无人能淡定 可恶的家伙 等什么时候 找个偏僻之地 直接将这石荒大帝给灭了 再将他本体 炼成一箭质宝 镇压在毛坑底部 方能解本帝心头之恨 石殿炎帝见石荒大帝 将所有东西都说了出来 不由目光冰冷 心中恼怒 这是 知道的人越多 他们就越不好做事 石荒大帝被石殿炎帝的目光盯着 心中顿时一个哆嗦 他知道自己被记恨上了 但却没有办法 妈的 大表老子和你们拼了 他心中愤愤想到 好了 石殿 看来此事的确和石荒大帝无关 咱们当务之急 是尽快调查出石媚大帝的去向 他离开此地应该还没多久 这时 五月明被开口了 他先前仔细打探了一下 发现石荒大帝并未说谎 对方本体在赶来路上的过程中 的确惊动了很多鬼羞 根据时间来算 确实只比他们早了片刻而已 这么说来此地的一切 的确与此人无关 可恨 竟在此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五月明地脸色难看 生死侧命术 哄 他抬手捏动手绝 顿时一道可怕的大道之力冲天 他的眼前 竟然浮现了无数的因果轮回 生死变化 那是与他有关的 无数因果之力 他的投影分身被人斩杀 必然会留在一丝因果之力 而凭借这一丝因果之力 他便可窥探到对方的一丝讯息 并且找到对方所在 五月明地掐动手指 不断分析眼前的因果之力 隐约间 有一股莫名的丝线 呈现在他眼前 这是 突然 似是感知到了什么 五月明地瞳孔皱缩 微微变色 因为他在推算自己投影 分身陨落因果的时候 在那命运和因果气息中 他竟感受到了一丝 和他纠葛极深的力量 这股气息 一旁 石殿炎帝也捏动手绝 在推算着什么 此时也是陡然变色 同样感受到了某些东西 有一股层和我等 有过大量牵扯的强大力量 在此出现过 石殿炎帝心中震动 而且 这股力量极其恐怖 以石魅大帝和我等的交情和实力 不可能有如此纠葛和力量 石魅大帝虽然身为远古大帝 但和他们二人之间 其实并没有太多纠葛 对方命运之中 不可能会和他们 有如此之深的纠葛 是什么人 这时 五月明地陡然抬头 看向前方虚空 空间之力 这么说来 对方应该是顿入虚空离开了 五月明地陡然一步跨出 撕裂开虚空 直接顿入其中 而石殿炎帝和石荒大帝 也紧跟其中 石殿 你来找对方离开的方向 我来推算此人的身份 大明天一数 五月明地一声低鹤 一道道可怕的漆黑符文 涌现他的周身 五月明地迅速推算起来 眼前 一片模糊的迷雾浮现 其中有诡异的景象涌动 此刻 虚空乱流中 幽明大帝四世感知到了什么 脸色骤然微变 一股明明的命运之力 要降临混沌世界 不好 秦晨小子 那两个家伙 在推算本地的存在 赶紧借你的空间之星一用 幽明大帝 陡然化作一颗漆黑本源 直接进入到古鱼塔中 然后直接来到了空间之星边上 让空间之星的恐怖空间之力 将他笼罩起来 嗯 秦晨也隐隐感受到了 这么一股力量 命运之力 秦晨目光一闪 想不到这五月明地 和十点炎帝竟还有这等手段 不过也是 以那两人的实力 通过因果来推算敌人存在 并非什么难事 还好我早有准备 秦晨丝毫不慌 他直接进入混沌世界 让混沌世界化作戒子 瞬间进入一旁的空间裂缝 在虚空乱流中随波逐流 而他自己 在进入混沌世界后 直接催动了空间之星 于鸿 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 瞬间弥漫整个混沌世界 那因果之力 在接触到空间之星之后 瞬间失去了目标 成为了无根扶平 空间之星乃是逆杀神帝前辈 脑欲空间所化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修为再强 也休想推算出逆杀神帝的东西来 下方 魔力亲眼看到了眼前的一切 不由得倒吸冷气 命运因果之力 他面露苦涩 四级大帝果然恐怖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之前若非是他机智地 进入到了秦晨的这小世界中 以他的修为 怕是根本无法躲过 五月明帝因果之力的窥探 此时早就已经暴露了 嗯? 魔力这时突然抬头 疑惑看着秦晨 秦魔头这又是在做什么 只见秦晨在融合空间之星 躲避开五月明帝的命运之力探查后 并未任由其消散 而是突然催动出了一座古朴的宫殿 这座宫殿通体漆黑 散发着丝丝诡异的黑色气息 魔力仅仅是看上一眼 心神便仿佛被这大殿给完全牵引 要沉沦其中 这大殿 魔力心中一惊 这大殿虽然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 可莫名的 魔力就仿佛 感觉自己置身在一片漆黑深渊之中 根本看不到一丝光明 此物绝对有诡异 他心中震惊尚未落下 就看到秦晨悄然催动这座大殿 嗡的一声 从这座大殿之中 突然散移出来一丝隐秘的黑暗气息 这股气息一出现 魔力竟有一种浑身要为之站立的感觉来 这是 魔力瞪大眼睛 就看到这一丝隐秘的黑暗气息 在秦晨的催动下 悄然于五月明帝渗透而来的命运因果之力 触碰到了一起 哄 好似水入沸腾的油锅 两股力量乍一碰撞 五月明帝的那一丝命运因果之力 竟是瞬间发出一丝无形的惊计的嘶吼之声 紧接着 砰的一声轰然炸裂 一瞬间烟消云散 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那诡异的黑暗之力 也是在秦晨的控制下 重新回到了那古朴大殿之中 这是什么力量 竟连四级大地的命运因果之力也无法触碰 被瞬间湮灭 此时 魔力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悸动的浑身颤抖 四级大地的力量 已是这宇宙中最顶级的力量了 可那一丝黑暗之力 竟是比四级大地的力量还要恐怖 这黑暗之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莫名的 魔力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先前那一股力量竟让他有一种无比渴望的冲动 想要与之融合 天际之上 秦晨浮现感觉到了下方魔力体内的异动 不由地凝视过来 这魔力 竟能和深渊之力产生共鸣 秦晨眉头微皱 古怪 深渊之力极其恐怖 就算是他也是利用雷霆之力 才将其镇压 所有人中也就传承自石阶殿的方木灵 似乎能和深渊之力共存 可这魔力竟也能和深渊之力共鸣 倒是有些古怪 如果不是自己和魔力都是一路从天舞大陆走出的 秦晨甚至都要怀疑魔力和深渊有什么关系了 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这魔力拥有魔王血脉 且是人族和魔族共同孕育 执掌黑暗之力 所以与深渊之力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而已 秦晨心中私存 秦晨小子 你也太阴险了吧 竟用深渊之力去干扰五月明帝他们的命运因果之力 这下他们可有的倒霉了 这时 幽冥大帝身形骤然出现 飞飞一笑 秦晨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 他身上能干扰五月明帝命运因果推算的力量不多 向雷霆之力虽然也可以做到 但一个不小心容易被对方推算到什么 所以秦晨才会催动那深渊之力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驱散对方命运因果之力后 秦晨继续待在混沌世界中 随波逐流消失在茫茫虚空乱流中 他打定主意了 必须要等彻底远离死海之后 才能重回明界 此刻 死海虚空所在 五月明帝浑身涌动惊人的命运因果之力 恐怖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突然 正推算着什么的五月明帝 脸色骤然一变 扑 下一刻 他一口鸣血喷出 脸色疏得变得无比惨白 五月明帝 你怎么了 一旁仔细观察虚空乱流的石殿炎帝 骤然转过身 疑惑看着五月明帝 这家伙 怎么推算着 就突然吐血了 深渊 是深渊之烈 五月明帝骇然说道 瞳孔中满是金融